系统让我攻略这本书中的恶毒女配,成功后我不仅会治好癌症,还将获得十亿元奖金,我沾沾自喜,有了系统可不是手到擒来,但没想到我翻车了,真的爱上了她,甘愿抛弃我所有的积分去救她的命,我以为我们能白头偕老,却没想到她只是想要我的系统,既然如此,你就这么死去吧。 江念和影帝顾灵的恋爱诗吹瓜被推到热搜的时候,我还在和系统讨价还价,系统告诉我兑换已经结束,江念为推动男女主剧情所得的白血病已经消失,四年的售后期都要过了。 而我想回去也必须赚够积分,我一个大男人第一次撒起娇,我不回去了,积分再给我点吗? 这个世界有我在意的她,我可不想回去,可系统的一句话却敲响我。 你要明白,你攻略的是恶毒女配,我给你半年的时间,你必须赚够足够的积分,换你离开,否则我将消失,而你将永远待在这。 我不在意的想对她,待在这有什么不好的,可她一下就不见了,我也只好闭嘴。 手机打开的一瞬间,微信消息就已经炸了,秘书小李给我打了几个电话,发了十几条语音。 员工群里全是艾特我的消息,因为系统的原因,我在这个世界无论做什么事,总是能成功并有好运加持,为了追江念,我顺理成章地成立了这个公司。 而这里的员工,基本都是系统为我创造的NPC,他们有能力,并且将无理由忠心于我,所以我基本和他们促成了兄弟,老板,你的心上人出轨了。 老板,热搜上全是念姐和顾灵的祝福,你是不是和她吵架了? 老板,这时间线都给整出来了,她是正公,那你是什么呀?我连忙点开他们发的图片。 图片是顾灵官宣的微博,江念挽着她的手,笑得无比灿烂,我瞬间觉得头上有点绿,她是正公,那我不就是小三,可我更多的是失望,无奈,心寒,我知道她,她是书中的男主, 是江念的白月光,女生们将不自觉地靠近她,爱慕她,可我和她在一起后,便让系统解除了江念的限制,她是觉醒的女配,可她还是去了她身边, 我把手机捏得紧紧地握紧了拳头,想把截图发给江念质问她,却发现我早已被拉黑,等终于联系到她时,我还未开口,她却不在意道,这只是炒作。 你不要那么大惊小怪,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,我就开始寻找江念,这个过程中都是我出主意,系统帮我实施安排,我利用系统的便利,在她想向女主泼脏水的时候,拉住了她,我帮了女主,但反过头来与她更好,某一次,我告诉她,她不应该是这样只围着男主,要有自己的思想, 每当她控制不住,想要陷害女主时,我都挺身而出,让剧情停滞,可我却在这个过程中陷了进去,我真的爱上了这个被人们讨厌的骄横无礼,自私的大小姐,她虽然被称为恶毒女配,可只在关于男女主的时候恶毒,从小缺爱的我,第一次被关心,被照顾,我对她的爱,她都能一比一地回报我, 在一次宴会剧情中,女主玉婷婷被人推下楼梯,而所有人都指向江念石,她大声,否认却没人相信,我都说了不是我,我才从厕所回来,我都多久没招惹她了,我有必要吗? 她越说声音越陡,周围的讨论声,也逐渐盖过她的话,顾灵怀里抱着玉婷婷,眼神凶狠地望着她,我知道她要说出那句讨人厌的话了,于是我站起身,拉住江念的手,刚刚我陪江小姐去的厕所,所以不是她,顾先生如果脑子没用,我可以提醒你, 这有监控,我拉着江念离开了现场,车上,江念捂着脸放声大哭,我抽了两张纸给她,她却突然向我表白, 路风,我们在一起吧,我看着好感度页面那飙升的线,一瞬间达到了百分百,随后却又开始下降,可即便是一瞬间,我也完成了任务,攻略成功的声音在我脑里响起,我看了眼江念,刚哭过的眼睛泛着红,睫毛沾着泪水,楚楚可怜的模样击中了我,我瞬间心漏了一拍,我把车停在路边, 一把扯过她,吻上了她的唇,好啊,我的大小姐,我拒绝了系统提出的回家,把这些积分留着,我在这里创造的公司流水,已经上千亿了,我也很健康,这里的一切如此完美,我已经不想回去了,我想和江念一直在一起,可在此后,系统告诉我,之后的剧情便是江念的死亡,从而推动男女主的发展, 在这一刻,我慌了,我翻看着系统商店里的东西,希望可以找到救她的命,最终我停在了最后一页的那张卡,商店里的东西都是按价格来排的,最后一页的价格是我所有的积分,我毫不犹豫地兑换了它,白血病的剧情用了五年,在这个剧情过后,江念将不再出现于书中, 我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,和她好好在一起,可我却没想到,她发现了系统的事,我看着站在我面前的江念,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,我想拉住她,和她好好谈谈,她却被经纪人叫走,念念要到采访环节了, 准备好了没,她回了生来了,便要走,可我却不想放开,你不给我解释解释吗?她甩开我的手,眼神坚定道,陆锋,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,这只是简单的炒作,你为何不懂呢?爱不是限制,是放手。 她随即走上舞台,台下的工作人员见我还在这,礼貌询问,陆总需要给你安排座位吗?我摆摆手,沉默地走了,看着手机里,他们甜蜜的互动,我才发现我有多么的愚蠢,恋爱是会使人变蠢的,以至于我没发现,她对我的好感度已经降至了百分之十。 我以为我没有积分,是因为攻略成功,所以不再产生积分,而现在我才反应过来,没有积分,是因为好感度一直在降,而她却依旧在欺骗我,把我当傻子,直播间里那些祝福的弹幕,飘过帅哥靓女在一起,最洋眼了。 如果这个官宣是为新剧炒作,那我磕一下怎么了?如果是真的在一起,那我磕一下无可厚非啊。 头一次看见事业期官宣的男演员,别的不说,先驻九十九。 主持人很会识眼色地问道,大家都知道他俩的新剧要开播了哈。 那么我来问,问,距离距外,你对顾老师是什么感觉?我看着江念害羞地笑了下,手舞足蹈地描述着对顾灵的满意。 顾老师,他真的很好,很会照顾人,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,什么都不用做,很安心的。 顾灵嘴角挂着笑,手不自觉地牵起了江念,念念说笑了。 我没那么好,江念回握住,眼里似乎泛起泪光,我忍着怒火关了直播,不甘心地回想起刚认识的时候,他说他在家里是长姐,要做榜样,一切要做到最好,我告诉他人无完人,没必要这么逼自己。 爸爸妈妈只关心弟弟,他们把爱都倾注于他,来掩盖他们对他的忽略,我告诉他,得不到的爱不需要强求,自爱就很好。 他知道爸妈喜欢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顾灵,他拼了命地朝着顾灵追赶,可永远也追不上。 他说,既然他追不上,就让顾灵停下了,等他好了,他开始各方面作妖,我告诉他,做好自己就行,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你也是某些人心中最棒的存在。 我知道他待在男女主的身边,一定会不受控制的想害人,于是那段时间,我一直陪在他身边。 我们一起去旅游,去看各种各样的风景,去见识不一样的人,去远离那些书中的人物。 他家被陷害破产时,我拿出公司一半的流水来救他,交不上学费时,我匿名当他的赞助人。 大学毕业后,顾灵进娱乐圈,他发朋友圈说羡慕,我立刻找人安排他,给他找资源,我花积分修改剧情,让他远离男主一面产生不可预测的隐患,而修改剧情的后果,都是等价交换在我的身上。 告白后,我深知他喜欢看雪,南方的孩子总是对雪充满期待,每年冬季,我都会带他去看雪,而他也会孩子似的在雪地里一起玩打雪仗,把雪弄到我衣服里。 今年听说我们这里会下雪,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,为了救他,我宁愿放弃我回去的积分,同时,我自己的身体也因此出现伤害。 我一次次吃着药,忍着疼痛控制病情,只为与他待在一起,为了不影响他的事业,我也从未想过公开这一桩桩,一幕幕,现在却告诉我,让我放手,我在车里等着采访结束,他们手完手的从电视台出来,我提前和他的经纪人打好了招呼,他思考后朝我走来,一路上,我想问他的太多, 可终归不是一个好地方,下车后,我听见小区里大妈们在讨论刚才的采访,你说说现在这些女娃娃们,谈个恋爱,还闹着满城皆知,一下午我某音全是他们,你懂什么? 我孙女说这是年轻人的爱情,这么好的男孩拿找去,确实,这男的眉清目秀,看着是个可靠的。 这女的不行,化妆化得太艳了。 江念走在前面,这些话对她毫无影响,患在平时,我会毫不犹豫地走过去,告诉,他们管好自己,不要对别人平头论足。 但是现在,我又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说呢? 回到家中,江念拿起衣服,转身去了浴室,我坐在沙发上,听着水流的声音,脑袋里回忆完我和她所有的事,我不知道事情。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,我回想起刚在一起的时候。 她拍戏再久,也会每天给我报平安,会问我有没有照顾,好自己,公司的是忙不忙,会每天给我分享她的日常。 她和我说过很多次想养个狗狗,但是工作原因没办法好好照顾她,我摸摸她的头,想养就养啊,不是有我吗? 她回头看了看我,最后还是叹了口气,没说话,凉久,水流声停了。 江念穿戴整齐地走了出来,我一脸诧异。 工作不是结束了吗?怎么不穿家居服?她冷淡道,现在我穿什么你都要管了吗?手上动作不停地挑选着接下来要用的化妆品。 我沉默,起身拿吹风机,她便开口拒绝,可这次我没停下,对折她的秀发吹了起来,她看我不容拒绝,便也坐了下来,看着她的侧脸。 脑子里想了许久想要质问的话,最终也没有说出口,反倒鬼附身差地说了句你喜欢萨摩耶还是金毛,或者哈士奇,哈士奇挺二的,能逗你开心。 说着,我自己都无奈地笑了笑,她却反感地从我手上拿过吹风机,关掉,她望着我,扯着嘴角,笑到现在问这些有什么用,你迟早会被你的系统送走。 你利用我对你的感情,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,不仅如此,你还对顾灵下手。 陆峰,你让我感到恶心。 我彻底蒙了,一瞬间我不知道该震惊为何她知道系统的事。 还是想问我对顾灵下什么手了,她见我如此震惊的表情,更加确定系统的是,没等我反应过来,她进了卧室,我紧跟随后,脑子里突然想起来,四年前白血病的剧情。 当时的顾灵应该是A大医学系的佼佼者,已经保送出国,可却在此时查出肾衰竭,急需换肾,正好江念匹配成功。 在江念死后,他们按相操作,为顾灵换了肾,这个剧情因为我的介入,开始发生改变,江念没死,而顾灵也并没有得肾衰竭,为了弥补男主剧情的空白,被迫手断了,在医院住了几个月。 我敲了敲门后,想要开门,却发现已经上锁,我站在门外努力控制情绪,沉闷的声音发出,我不那样,你就会死。 你是想让我看着你去死吗?我带着哭腔,咬牙说出这段话,内心的苦楚实在无法去说,这么多年的感情,最终还是会因为孤灵结束,说得这么好听,你难道在此之间没获利吗? 你不仅害了我,还让我和顾灵不能在一起,你明明知道我和她是青梅竹马,明知我喜欢她,为何还要来拆散我们? 从一开始你就是有目的接近我,凭什么现在可以一身轻松势不关己,高高挂起的模样,说着为我好? 我愣住,原来我做的一切在她眼里,竟只是妨碍,我紧紧地握着拳,问出最不解的问题,既然如此,你为何还要和我在一起? 她猛地打开门,眼神放光,我知道你有系统,所以我必须依靠你,听听和我说,这部电影会让我一跃成为影后。 现在我也拿到了这部电影的一番,你的系统估计也不在了吧?既然如此,你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,我为何还要待在你身边? 听听,女主,她为何知道?难道她也有系统吗?江念提着行李箱一把推开我,我往后推了几步,最终还是没拦,江念始终不会多想一步,前期我为她突破世界的规则,让她跳出人设的桎梏,让她拥有鲜活的自己。 可现在,我在她身上已经感受不到那种生命力的跳动,我也不愿再为她做任何事了,回到公司,我开了一个会议,语众心长地告诉他们我要走了,处理江念的是,之前得给他们交代一声,给他们发了个年终奖,也批了一个月长假,让他们休息休息,毕竟和他们相处了那么久,说没有感情都是假的。 在我心里,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物,我以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会很开心,没想到他们一脸忧愁,老板公司要倒闭了,不能啊,我看了报表,我们公司望着呢。 这个月还签了几个上升七亿人,老板你不会把我们卖了吧?还是说你和念姐的感情破裂,让你心如死灰连公司都不要了吗?天杀的江念把我帅气开朗可爱的老板还给我。 几个人欲哭无泪的在我面前演了起来,我无语的扶额想什么呢?你们,我心情不好给你们放假,你们还不愿意了,不愿意就别放了,假扮。 顿时,他们狂舒一口气,随后拿电脑起身推一说,一个月后再见,我震惊于他们的动作一模一样,才反映过来,他们是NPC。 我走向落地窗,看向窗外,绵绵细雨,灯火通明的世界,繁荣的城市中心,雨水逐渐大了起来,我看不清楚,越挣扎越发现,我一直就不属于这里,我推开会议室的门,小李急匆匆的跑过来和我说,顾灵找我,已经请进了会客室。 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顾灵,开门见山找我有什么事,他抬眸,商量商量吧,我疑惑,商量什么,刚刚漫不经心的顾灵此刻像变了个人,眼神戏谑的说道,你也看到了,现在江涅爱上了我,你让你的系统把婷婷恢复。 我就把它还给你,这话给我气笑了,我打开了页面剧情,大致瞟了眼知道,女主现在是抑郁症情节,我起身走向她,顾灵,谁给你的勇气让你和我谈条件的,脚踏两只船,还能说得脸不红心不跳,你可以啊。 江涅他不是物品,可以呼之极来,挥之极去,我地吼出声,他不在乎的扯了扯嘴角,别逗了行马,你不过是利用他,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,我紧紧握着拳头,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,朝他挥了过去,你没资格来评价我和他的感情。 现在给我滚。 眼神不似之前,早已恢复清澈单纯的模样,这出戏的小丑,竟一直是我,江涅把一打指扔我脸上,转身就去哄顾灵,离婚协议书,我静身出户,签了吧。 我蹲下身捡了起来,咬牙切齿到江涅,你别后悔,江涅眼神都没给我,我绝不后悔。 我拿起钢笔一气呵成,不愿再待下去一秒,车上,我问系统,我如果离开了,剧情会怎么变化? 得到的回答却是,一切回归正轨,我捂着脸长叹一声,对系统说。 走吧,是心疼江涅的结局吗?不,是心疼明知跳不出规则,还偏要试图打破规则的我,四年前,当我兑换成功那张卡时,我也得到了一张赠品一后悔卡,而启动这张卡的条件,就是,奖金从一千亿降至一亿,今天,是最后一天使用期限,我毫不犹豫地点下使用。 我后悔了,后悔在攻略成功后不撤退,后悔干涉他们的结局,可我从不后悔去救江涅,他本该如此,只不过蓝音续果,我始终太弱,我的身体越发不行,半夜睡醒一摸,满脸是血,我吓得惊醒,发觉是鼻血。 我问系统能不能无痛得病,系统冷淡拒绝,你为他挡下此病,你就必须承受,刚开始还能忍,后续实在疼得不行,我去了医院,让医生给我止疼药,医生强烈要求我住院,我直接拒绝,浪费公用资源,这并就是我脱身的理由罢了。 没想到去缴费时看见了江涅,他拿着检查单,也是一脸错愕的表情,随后他怒斥,你为什么要撤资,你明明知道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多重要,你想毁了我。 我愣住,猛地回想起系统说的回归正轨,原文里,江涅本就不该出现在这些剧情中。 我没理他,指着他手上的单子,你得了白血病,他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,得意的口吻说出,我怀孕了,倒是你,估计马上就要消失了,这几年来,我从未碰他,最多只是亲吻,这才几天就怀孕了。 可我也不在乎了,你会得的,和我一样消失,只不过我是回家,你不是而已,他听了后却激动起来,你这句话什么意思? 你解释清楚,我不可能消失,你是不是放步,下午想拉我一起? 我告诉你不可能,顾,啊。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,他站位不稳,瞬间摔倒在地。 下意识享福,却又停下,周边的人迅速开始往我们这边靠,我转身就走,可我还是失策了,江念现在可是一线小花。 视频发到网上,又是一波舆论,景昊江念在医院被推倒,景昊江念怀孕,景昊陆念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陆锋,故意推孕妇,一时间网上都在关注,大部分分两种,一种批判我,一种边批判我边科江念和顾灵,还有极少部分他的粉丝恨他不争气,这个时候怀孕,我的手机也收到无数条谩骂的声音。 公司的运转也开始愈发不行,我看着那些恶毒的言论去死吧,推完人就走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?你知道江念有孕你还推他,你有几条命够陪他的,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 确实不该在这里,马上就要走了,我又吃了一粒止痛药,想就此睡下门却被打开,江念推门而入,我才想起门锁没换,江念还有钥匙呢? 房间里没开灯,窗帘遮光性很好,整体黑漆漆的一片,江念站在暗处,眼神恨不得吃了我,下午的话是什么意思?我转了个身,就那个意思,你放不下我,所以让你的系统害我是吗? 江念突然转了声音,陆锋,我知道你爱我的,你不会那么做的对不对,他突然走向前,带着哭腔,我和顾灵只是逢场作戏。 等我当了影后,我会离开他的,为什么当影后,就要和顾灵在一起,当我傻吗?我不能给资源吗?我心中愤愤不平,却也不愿多说,江念,公司的解约合同,你记得签,别拖了。 他先是一愣,随后嘲讽,为什么要把我逼上绝路,在这个世界我想要活得尊严一点有错吗?让人窒息的话,令我刚吃下药的身体实在难受,我起身,拉开窗帘,想要呼吸新鲜空气,却看见了顾灵,我扯着嘴角,你男朋友来了呢?你是下去,还是等他上来找你呢?他沉默不语,想要说话的功夫。 顾灵就敲响了门铃,江念去开了门,他进来便焦急地问道,念念,你没事吧?宝宝还好吗?江念轻声细语地拍拍他的手,没事,我很好,随后顾灵冲进来对我大骂,你不爱他,为什么还要伤害他?你只会依靠你的系统,你什么也不是。 好一出大戏啊,不愧是影帝,这几天我真是受够了呢,我直接挥拳打了过去,眼挺好的哈,你俩真是绝配啊。 他被我打得猝不及防,我又是一脚踢在他的下面,他尖叫一声,你疯了,我是疯了。 但这次我凭实力打倒,我仰着头,眼睛里透出狠力,我看向江念,他吓得连连后退,你别过来,你再过来,我要报警了。 我对他自嘲道,江念,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害你,但我不会,可你从来不信,你宁愿相信之前欺负你的玉婷婷,也不愿信我,地上躺着的顾灵还在阴暗扭曲地动着,我瞟了一眼,现在带着你的顾灵给我滚吧,别出现在我面前了。 十分钟后,我的世界又恢复平静,来这里这么久了,都忘记了原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,是万家灯火,却无一处是我的世界吗?是努力生活,却遭遇病魔的世界吗?是无父无母,却渴望被爱的世界吗?不记得了,印象中苦难是最多的。 但也有值得回忆的美好,我突然想回到孤儿院的日子,那里没有痛苦,不用担心下一顿饭能不能吃饱,不用思考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。 那里只有院长爷爷无私的爱和小伙伴们快乐的笑声,我会和他们一块堆雪人,打雪仗,我的雪人堆得又快又大,我会把仅有的围巾给他戴上,我会告诉所有的小伙伴,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新朋友。 院长爷爷会摸着我的头,笑眯眯的表扬,不错,咱们大风堆的真不错,奖励中午吃红烧肉,雪花落在爷爷头上。 我哈哈大笑,爷爷你有白头发了。 大家会嗷嗷叫,然后向爷爷扔雪,突然想起,好久没见到爷爷了,爷爷还好吗?这么多年,我没出息,甚至不敢去见您,可这一刻,我想回去的心无比坚定,我睡了过去,再度睁眼是在医院,小李见我醒了,突然在床边大哭,割月了,我以为你要死了。 老板你可算醒了,你知不知道呢,已经昏迷一,说完又打了下嘴巴,呸呸呸,我说什么丧气话,我扯着嘴笑,心里想着,这NPC可真敬业啊,系统会不会给他发奖励? 目光一闪,又看见江念站在门外,只露出一双眼睛,他敲了敲门,我让小李把门打开,他穿着病号服,红着眼睛,开口哽咽,陆锋,我后悔了。 你,你别离开我,我看着此刻的他,再也没有刚开始的精致,他手腕上的青筋清晰可见,凌落的发丝不再生辉,如风霜样打碎了往日的风华。 我看了眼系统剧情页面,明白了发生了什么,又数了数,我马上就能离开了,系统还是心软了,为了减轻我的痛苦,让时间流速得很快,这一个月,够江念里清楚所有的事了,刚开始,他还好好的备孕养胎。 电影因为公司的撤资,也暂且搁置,结果玉婷盯上门挑衅,他望着江念肚子里的孩子,身体前倾,两眼放光,你说你的孩子能顺利生下来吗?他直勾勾地盯着江念的肚子。 卡准时间,拿出刀往自己胳膊上一滑,随后倒地不起身影,江念还没反应发生了什么,顾灵一开门就是这种场景,他大不留心地赶到玉婷婷身边,着急地捂住她的胳膊,扶她起来,眼神凶狠地望着江念,你真的是太恶毒了,你是死的吗?还不给我拿药箱? 江念急得想解释不是我阿灵,是她自演的,不关我的事。 顾灵直接上前对江念扇了一巴掌,你怎么还没弄清楚你的位置,你的孩子本就是为了停停准备的,你有什么理由伤害她? 给我去拿药。 他扬着手,居高临下地看着被打倒在地的江念,江念瞬间蒙了,他眼睛泛红,你什么意思? 为她准备的,随后她又望向玉婷婷,只见她笑得阴险,一眨眼又变成白莲花的模样。 灵哥哥,别这样说,刚刚都是我不小心。 不关念念的事,顾灵转身又抚摸起她的头,告诉你也无妨,反正陆锋马上就要死了。 婷婷婷一直想要一个孩子,可她怕痛,你放心,等你生下这个孩子,我们会视如己出。 可没想到,这一巴掌让江念流产了,江念的孩子没了。 事业也逐渐削薄,她回想起玉婷婷对她的蛊惑。 你猜你这些年为什么没有上升,都是因为陆锋害的啊? 陆锋有系统你不知道吧? 她从一开始,就是带着目的去接近你的。 你要离开她,不然不止你的事业,你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。 你想想,她阻止你做了多少事,只要牵扯到顾岭,她是不是百般阻挠,她突然疯了一样打我的电话,可我哪里能接到呢? 她从小李娜打听到了我的消息,知道我生病住院也是这家医院后,每天都来看我。 她终于等到我醒了,可我马上就要走了,她哭着握着我的手,陆锋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,你别抛弃我,我不准你离开我,我甩开她的手,声音沙哑。 江念,从我们在一起时,你就不受剧情控制了,是你自己要毁掉自己的,你让我,怎么办呢? 我能感受到我越来越虚弱,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完整。 她沉默许久,耳边只剩下她的哭声,身边的小李早就不知道去哪了,陆锋,我真的没有你,你不能这么对我。 我撑着最后一口气说完,你可以不靠任何人。 打破规则,监控器传来滴滴滴的声音,医生护士一股脑冲进来,对我进行抢救,随后宣布死亡时间,江念趴在我床边哭得惊绝。 我忘了忘我的尸体,又看了看江念,还真是两个骨瘦如柴的人啊。 医生想把江念拉走,他猛地甩开他们的手,用力擦了擦眼泪,眼中闪过复仇的欲望。 他回到家,找到当初玉婷婷刺的刀,拿起她就往酒店走,一路上他不在乎任何眼光,没戴口罩,周围的人都用手机拍他,甚至还没到酒店,热搜就已经起来了。 他来到曾经和顾灵纠缠的房间,指纹解锁,进门后,他看着在浴室洗澡的顾灵,直接往背后刺,正中心脏。 顾灵扭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江念,发出痛苦的尖叫,欲婷婷听到声音过来查看,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到,面无表情。 眼神阴质的江念,倒在血泊的顾灵,他来不及震惊,连忙让系统复活顾灵,他的系统里,不能没有男主,否则他就要死了。 江念等着他使用积分,在一束金光的照耀下,顾灵嘴角抽了抽,想要起身,却又再一次被刀刺入心脏,这下欲婷婷大脑空白。 他拿起手机,想要拨打110报警,手机却被江念打飞,你让我失去了最爱我的陆锋,你也去死吧。 江念一步步逼近,歪头大笑,不行,你有系统你死不了,慢慢折磨你就好了。 江念咯咯笑得不停。 在玉婷婷用最后的积分使用瞬移时,江念抓住了她的手,一起传走,顾灵被发现时,还是狗仔报的警,狗仔说是江念杀死了她,但是凭空消失了。 她怎么发誓她没说话,但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摄影机拍摄的全是黑幕。 却因为系统的原因,她下一秒就恢复如初,不知过了多久。 她的嘴巴上也流满了鲜血,江念一摸,笑了笑,陆锋,我马上来陪你了,原来你死前是这么的痛苦,不过别怕我马上就来了,这次我绝不辜负你。 随后她拿出一瓶药塞进玉婷婷嘴巴里,她挣扎着,却也挣脱不开,她不会死亡,却将永远地睡去。 半年后,江念在别墅内死亡,死尸怀里还抱着她和陆锋的合照,照片里,白色衬衫的江念穿着短裙,风吹起少女乌黑的绣发,笑得灿烂明媚,身穿西装的陆锋挽着江念的手。 一脸宠溺地望着她,暖橙色的余灰铺满大地,身后的银杏树也适宜地飘落,他们一起经历过的热烈烂漫定格在这一刻,我苏醒时,系统发出最后的声音,恭喜宿主攻略成功,但因使用后悔卡。 奖金降至一亿,请注意查收,说完的瞬间,我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白光,此刻我感受到系统真正的消失了。 我想起身,身体却麻木地难以动弹,我伸手按了按呼叫铃,来人却不是护士,我望着我十多年不曾见面的院长爷爷,他看见我苏醒,眼角涌出眼泪,手里拎得水果散落一地,小风啊,小风啊,你醒了就好啊,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。 他拍拍我的手,我愧疚地低下头,哽咽着问爷爷,你怎么来了? 他却老顽固般地开始抱怨,是医院的人打电话叫我来的。 你们一个个都不省心。 原来我进入世界时,躺在出租屋的床上,邻居见我一个星期没出门了,敲门也不应,怀疑出事便报了警,警察来了之后把我送医院, 却没查出来我有什么毛病,可我依旧不醒,就这么躺了一个星期,医院实在联系不到人,只能发给我小时候的孤儿院院长,此时的我已经睡了半年了,半年来,医药费全是院长爷爷帮我电,我眼中含泪笑着问爷爷怎么不抛弃我,他啪的一声,站了起来,说的什么话,我从来就不会抛弃你们。 倒是你们从不来看我。 我沉默,随后回道,爷爷,再也不会了,这次我来陪您,我和爷爷办理了出院手续,跟他回了孤儿院,孤儿院年代久远,早也破败不堪,可这里依旧是十几个孩子的家, 我拿着一亿奖金对孤儿院进行了翻修,帮助他们补习,给他们请兴趣老师教他们,同时我开始了理财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曾经系统的原因,我投的资金都是正向,几十年后,我继承了爷爷的孤儿院,孩子们问我,爷爷为什么没有奶奶呢? 我望向天空,笑着回他们,因为我有你们就够了,你们还不够折腾我了。